东欧战火持续延烧 经历八个月的激烈战斗 双方损兵折将损失惨重 俄罗斯全程单打独斗 美国却召集西方50国援助乌克兰 北约国家甚至逼近军事冲突的危险界限 随着局势不断的升级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释放和谈信号 约你和基辅重返谈判桌结束冲突 至于是否成事 一切取决于华盛顿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 在莫斯科举行的 年度瓦尔代外交政策讨论会上 发表演说时 指责西方国家试图主宰世界 他警告全球今后将面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危险的十年 普京批评西方自由主义领导人 破坏世界各地的传统价值观 将同性恋游行 不同的社会思想文化等 强加给其他国家 ед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普京也指责西方煽动乌克兰战争 挑起台海紧张局势 破坏全球粮食与能源市场稳定等等 正在玩弄一场危险 血腥和肮脏的政治游戏 企图在全世界制造混乱 不管怎样 普京坚冲不后悔发兵入侵乌克兰 因为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最终将有利于俄罗斯的未来 他也明确表示 莫斯科不会对基辅使用核武器 这么做在政治或军事上都毫无意义 不过随着战线越拉越长 军援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已经增加到50个 加上北约国家逐渐逼近 俄罗斯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界限 普京似乎有些急了 表明莫斯科已经做好准备 通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 但基辅还没准备好重返谈判桌 问题是不在我们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我们准备到谈判 我最近在谈判 在谈判 我还记得到这个专门 但政府的计判 為什麼 porUSA,我們無法審議要承認 dontd upcoming活動都不禁止 普京说乌克兰已经丧失自主权 沦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 他强调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敌人 只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权 如果美国愿意莫斯科准备和平对话 解决任何问题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